据日本气象部门消息,当地时间2022年1月13日15时26分左右,日本大于半岛东面近海发生理事4.7级地震,震源深度30公里。 与此同时,在2021年11月29日20时40分44秒,日本本周东南部海域发生6.6级地震,震源深度约10公里。 可以说,日本大小地震频发,不同阵级的地震可谓一波接一波。 事实上,日本地震频发的原因在于,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,常年受到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撞击。 因此在这个区域内不仅地质沿层结构比较薄弱,而且地壳的运动也比较频繁。 从地理上看,地球有6个主要板块,分别是太平洋板块、欧亚板块、非洲板块、美洲板块、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。 在板块交界处,由于地壳运动,属于地震多发地带。 众所周知,地震是地壳沿层受力后快速破裂错动引起地表震动或破坏所导致的,地球的地质结构分为地核、地蔓和地壳。 伴随着炽热的岩浆,还有强烈的对流运动,迫使上层大陆板块移动并发生碰撞。 当两块板块在地下深处移动并相互碰撞时,板块就会变形。 当两块板之间的挤压达到一定程度时,就会引起断裂,断裂释放的能量会传递到地面,就会发生地震。 分析日本近年地震趋势,这些地震的主要原因是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频繁碰撞,导致该地区出现轻微隆起,进而导致地壳硬力方向发生变化。 随着地质运动 随着大陆板块间的碰撞和挤压,该地区的地壳运动十分活跃,最终在地壳活动冲击断裂带的硬力作用下, 日本境内就断断续续会发生不同等级的地震。 日本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和太平洋西北部,其领土由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四大岛和其他7200多个小岛组成,因此又被称为千岛之国。 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岛国,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71%,大部分山地是火山。 富士山是日本最高峰,海拔3776米,被日本人尊称为圣月。 全球有十分之一的火山位在日本,全国各地都经常发生火山活动。 据统计,全球20%以上的里市六级以上地震发生在日本。 因此,日本当之无愧火山地震国的称号。 2011年3月11日,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,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市9点灵级地震,引发海啸,造成多人伤亡和财产损失。 这是有记录以来世界上最强的地震。 相关资料显示,日本位于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,处于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的消失边界,是西太平洋岛湖、海岸山脉、海沟组合的一部分。 环太平洋地震带是环太平洋地震和火山喷发多发的地区,有一系列海沟、岛屿和火山,以及构造板块运动。 环太平洋地震带是地球上的主要地震带,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环,环绕着太平洋。 该地震带的地震约占世界地震总数的80%,集中了世界80%以上的浅缘地震,90%的浅缘地震和几乎所有的深缘地震。 随着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频繁碰撞,日本板块也开始向西太平洋深处的环里亚纳海沟飘移。 据专家测算,在火山和地震的影响下,日本每年向环里亚纳海沟移动约0.8米。 如果地震的震级超过7级,移动的速度可能还会更快。 环里亚纳海沟位于北太平洋西部的环里亚纳群岛东部,菲律宾东北部太平洋底部和环里亚纳群岛附近,亚洲大陆和澳大利亚之间,北起硫磺岛,靠近亚浦岛在西南。 为一条羊底弧形洼地,绵延2550公里,平均宽度为69公里。 环里亚纳海沟是迄今为止地球上已知最深的海沟,最深的地方在斐查兹海渊,有11034米,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。 如果仔细对比日本本土和环里亚纳海沟的形状,会发现两者的相似度高达80%,一旦将日本大陆旋转,日本大陆就可以填满环里亚纳海沟。 为此,一些专家甚至调侃,日本也许就是从环里亚纳海沟分离出来的。 如今,日本经常发生地震,也只是想要回到原来诞生的地方。 总之,不管怎么说,日本因为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,发生地震好像也成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。 对于日本地震可能导致日本回归环里亚纳海沟的说法,你有什么看法呢? 评论区留言,让我们一起来探讨日本未来的去向。 再见